大家好 与大家交流一下黄金的走势 昨天美国的交易时段黄金纤星上冲 最高到2049.9 然后下跌到2019.2 那么这个形态目前看上方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在日线图上现在连续收出第二颗阴线 但是这颗阴线在低点的价位没有跌破前日的地点 所以目前看呢 如果黄金能够维持在2015.6的上方的话 实际上后续还有往进一步上涨 所以现在黄金的下方的支撑位在2015.6 那么上方的阻力位依然在2034.9 谢谢